最多可以延长到春年年月底 菲律宾政府星期一起 担援处理家庭用公海外工作证明申请 政府采取一项弹性安排 处理雇主和他们即将离任的外傭 延长合约有效期限的申请 所有在12月31号或者之前介满的外傭合约 在雇佣双方同意之下 延长合约最多到明年2月28号 有需要的雇主和外傭 可以直接向入境处申请延长逗留 政府又说会继续联络菲律宾驻港总领事馆 要求菲律宾政府豁免香港于赚援措施之外 并进花完成调查 恢复向来港飞庸批出海外工作证明 无线电视机者陈兆恒报道 食物安全中心验出孔雀牌米粉金属杂质隔衡量超标要回收 验出有问题的是这款孔雀牌东获米粉 最佳食用日期是2019年6月1号之前 食物中心在深水果店铺消氧检测 发现这款米粉的隔衡量是8万分之0.16 超出法例上限6成 中心呼吁市民停止食用受影响批刺的米粉 进口商政进行回收 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达文西 唯一由私人收藏的画作《救世主》 在纽约以破纪录的35亿港元售出 这幅作品曾被当成仿作 近年才被评为是增值 救世主以4亿美元成交 加上支付给拍卖行的金额 价值达4亿5千万美元 打破艺术品拍卖价格记录 救世主相信在1500年前后创作 描繪耶稣穿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外袍 左手拿着水晶球 右手做出祝福手势 这幅画身世很坎坷 早年曾经由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拥有 之后几度失踪 直至1900年重新现世 但当时被视为仿作 2005年一个从事艺术品买卖的裁断 以少过1万美元买下这幅画 当时画作严重受损 耶稣发面被很厚的颜料覆盖 又被人画了胡桑 买家将幅画修复 专家团队用了6年时间 搜集大量资料 最终鑒定是达文西增值 但仍然有评论家表示怀疑 现传达文西增值画作不够20幅 救世主是唯一由私人收藏的作品 无线电视记者赛离出报导 第六方面 明年世界杯决赛周 全部32强担心 贝佬搭上了尾班车 他们在附加赛击败新西兰 赛战传闻满天飞 这里就说有贝佬球迷去新西兰大冠酒店外面放烟花 赛逐游满地空又会 更出于毒蛇无讯 是真好是假都好 落刀场是要讲难力的 贝佬的确赢得有说服力的 上半场28分钟 8分接应队友全中 大脚抽入 赛! 赛! 23岁的老将赛后激动落泪 他说要和平赛的老拍当古里路一起分享荣誉 这球球射得是正确的 两对手回合踢成0-0 所以说贝佬现在还没够稳定的 新西兰入一球 都能够投转作黑入球优惠出线 你明我明他都明 说的是基斯甸拉莫斯 马亚角球东西在混战中射入 贝佬最终赢2-0 两回合计已同样比分出线 在贝佬首都利马大批球迷上街庆祝 酒吧逼满人了 真相看球队关键一战 有球迷就说贝佬相隔36年之后 再一次闯入去决赛州 心情够了激动 贝佬总统副琴司机承诺 将这日定为假期 随着贝佬搭上决赛州尾班车32强 全部诞生 亚洲区方面有日本、南韩和澳洲 欧洲区方面 除了有上届冠军德国 亦都有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和主办国俄罗斯等 不过就没有了四届冠军 意大利和荷兰 转到南美州区 巴西、阿根廷都顺利入围 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方面 佔三席 分别有哥斯特尼加、墨西哥和巴南亚 再到非洲区 除了尼日里亚之外 另外四支球队都缺席了上届的世界杯 分操赛的抽签仪式下个月一日举行 转体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世界第一的艾素神打入去南丹八脚 同心的艾素神对东道主中国的乔斌 两个人对上一次交手同样在中国公开赛 不过六年前 当时艾素神是输的 这个丹麦球手现在已经攀升到世界第一 最终距离两局21比12和21比14晋级 前一个马来西亚的李宗伟同样入八强 穿白衣的他在另一场 同样系直落两局 击败法国的李维敌斯 权役 管理大厦要职技 攜手参与齐等役 攜手参与排位 离开 果然静有,小公开 黎尾 移开 明天中间 武士睡眠系统特弱 新云档案 由武士審家赚助 隐私 他們支柱 离开 1994年香港特區籌委會餘委會中方組長吳建帆 認為港府應該加強推廣基本法的工作 重溫當年的報導 餘委會文化小組今天召開最後一日會議 中方組長吳建帆在會後說 雖然香港政府在公民教育和公務員的培訓計劃 都有加入基本法的內容 不過最近這兩年就受到一些影響 吳建帆認為推廣基本法的工作是不應該停止 但是我感覺到我們做的這項工作 它不僅不應該停下來 而且應該加強 應該繼續做 另外小組的港方成員曾育成就表示 要學生和公務員認識基本法 也都需要香港政府的合作 我們也知道香港政府有些公務員的培訓課程 那是否可以將基本法都納入那些課程範圍裡面呢 那這方面呢 因為過去也沒有怎樣溝通 那麼今後 香港政府遠遠的這方面就合作呢 曾育成又說 文化小組還會研究怎樣幫一些民間組織去籌集資源 影片在香港推廣えっ 這個吧 心中